后来跟王老师一些押韵 天苍苍野茫茫 外焦里嫩烤尘营 王老师小点声 不懂就问 这是美食兴趣课吗 商骨棱天地和 谁吃铁锅炖蛋鹅 操作业也操不对 看看你们写的这一题 别念出来秋秋了 垂死病中金做起 还扶摇直上九万里 人才 还有这一题 书山有路情为尽 这一题也错了 你们写的血海无涯 我就说嘛 回头试啊 本以为能给自己长长脸 结果 你俩背一遍木兰词 过了这事就算了 书我先来 一遍过 在王老师面前给我长长脸 开始吧 一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意 女意无所思 女意无 你要买我车 同此替爷争 东市买骏马 西市买安肩 这课不上也罢 这课不上也罢 你大老远子跑过来找我 我甚是开心啊 这不兄 哎呀 我也开心啊 老师兄 哪具古诗适用于我们刚刚的场景 我棚子远方来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精骨 饿其体肤 然后变数是吹这边 很累了 肤疗发少年狂 发掘机 哪家强 中国山东 找兰祥 山储水 凄凉地 左下角能领福利 什么福利啊 王老师还是那么优秀 什么都能压得上 长亭外 古道边 一行白路上青天 对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 碧连天 这是寻阳江头夜送客 不用送了 回去吧 谁让你客气了 谁再来一句关于春天的 第二台大天 台号不了 我今天闭锁你孩 最近王老师跟你有点犯冲啊 你们这次考试考的稀烂 这次考试咱班怎么又是第一啊 不等了 下课就转去王老师班上 我把正确答案读一遍 多仔细听啊 两个黄连云醉柳 隔壁老师单身狗 是说好了不许提这事吗 先看下一题 借问酒家何处有 单身狗不配喝酒 什么意思 教室的隔音也太差了吧 我对你们也算是尽心尽力了吧 没想到 真是多情自古空于恨 你们现在不应该把心思放在举报老师上面 你们应该是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孤身艺人来到这座城市成为你们的老师 每次逢年过节都是我孤身艺人 真是独在异乡为一刻 某人在开日落 谁还不想和王老师学说唱 有一句歌词怎么唱来着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明天和后天的苟且 小纸条写了就写了 念出来干几毛了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你有你的诗和远方 我有我的蓝语烧张 你们别念了 刚刚说到哪了 刚刚念到哪了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哦对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前任发来的情体 小男儿 你做男儿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一定是经常看德云社吧 东汉末年 吞山国 曹操物展乔比罗 曹操物展乔比罗 不为难饿 当自强 是个淘淘 好凉凉 是个淘淘 好凉凉 不看紫卫凉 掏出七皮狼 只看七皮狼 身尖透心凉 透心凉 因为呀我都不要洗字狼 洗字狼一截都比六借强 一截都比六借强 这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押韵鬼才吗 今天我们练习 一天不见 不到每个人 也没有 我的作业又一对 被我打扫 不抹笑 都只能流水眼笑 随时变中心脱鞋 出不出积极脱鞋 广心不当烂 不写作业 好爱好 没有你吗 哈哈哈哈